現場把你們的手舉高 今天晚上用你們最大聲的尖叫聲 我們要來歡迎 我們新代身 競選聯任成功 我們的 蔡英文走道 最大的慌慌聲 歡迎總統蔡英文 把手舉高 我們陪小英總統到這一刻 這一刻是屬於我們的 現場依然帶我來的 跟我們的尖叫聲 讓我們的小英總統看到 再一次掌聲歡迎 蔡英文總統 你的最大的慌慌聲 我們這一次競選連任 競選總部 我們的主任委員 也是我們 陳建倫副總統 我們的競選 我的競選搭檔 我們的賴清德 蘇貞昌院長 總統蔡主席 還有我們大家非常敬愛的菊傑 還有我們所有的競選團隊 現場看起來非常興奮的各位好朋友 我們全體的台灣人民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今天晚上 是屬於 全體台灣人的晚上 我們要謝謝台灣人民的勇氣 我要謝謝台灣人民的堅持 各位 蔡英文守住了 我們一起守住了這塊自由的土地 我們一起守住了這一個民主的堡壘 剛剛我召開了國際記者會 向全世界的媒體說明了 這次選舉結果的意義 此時此刻 我的心中只有感謝 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台灣人民再一次地 在全世界面前 展現了我們的尊嚴 展現了我們的自信 今天 我們勇敢自信的決定 將成為明天 全世界各大媒體的焦點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主角 我也相信 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以及很多香港的朋友 都會為我們今天 極極的決定感到高興 大家說是不是 是中華民國台灣 這麼美麗而勇敢的國家 你怎麼捨得不多看它一眼呢 在這裡 在這裡 我要跟大家說 我能夠領導這個國家 是我畢生最大的榮幸 謝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 謝謝大家 我也要謝謝我的兩位競選對手 韓國瑜先生 跟宋楚瑜先生 在選舉的過程中 難免會有一些意見不一致的地方 不過 謝謝你們 共同將台灣的民主 再往前推進了一步 我們謝謝他們兩位給他們拍手 民進黨贏是民主 國民黨贏也是民主 親民黨贏也是民主 台灣人民最引以為傲的事 從來都不是特定政黨的勝利 台灣人民最感到驕傲的事 是我們總是在每一次的民主選舉之後 握手言和 彼此鼓勵 彼此包容 共同為國家的下一個目標 不分黨派 團結合作 我要謝謝台灣人民給我的信任和支持 這一年多來 對很多人來說 真的很漫長 很辛苦 各位 終於可以不用焦慮了 今天晚上 我不知道你們有多少人會在街頭狂歡 但是我希望你們今天晚上可以回家好好睡一覺 我要謝謝各位對民進黨 對蔡英文的鞭策 謝謝各位對我的不離不棄 也謝謝大家願意在前年的失敗之後 再重新肯定民進黨 如果沒有全體台灣人民對國家尊嚴 對民主自由 對改革進步的支持 就沒有今天晚上的勝利 過去四年 做得好的 我們會繼續 做得不好的 我們會反省 會努力 在這裡 把代表政府團隊 以及我們競選團隊的同仁 向台灣人民智商最深的感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我也要感謝為了這場選舉 不眠不休的國軍 警消學務人員 你們一起守護了這場民主的喜事 我要特別感謝所有的年輕朋友 我知道 有些人特地從國外飛回來 只為了投我一票 如果你們在場的話 請你舉手給我們看一看 謝謝 有些人沒有買到車票 一直從台北站回到中南部 有些人整晚睡不著 乾脆一大早就衝去投票了 我還知道 大家今天在投票的時候 投票蓋章都特別小心 特別用力 甚至有些人的手還在發抖 甚至一不小心就成了廢票 這個就是民主的重量 就是自由者滋味 就是自由者滋味 所以我要對所有的年輕朋友說 謝謝你們 你們 你們是勇敢的台灣人 台灣最美的風景就是你們 我也要謝謝我們英雁部隊的朋友 不只是幫我拉票 顧票還幫忙報票 這是我們台灣公民運動的里程碑 我們要謝謝英雁部隊的所有的 年輕的好朋友 謝謝你們 我不會忘記對你們的承諾 我還有四年的時間 我一定會留下一個更好的國家給你們 我們還有另外一群年輕人 他們是競選團隊的工作同仁 他們從選戰一開始到現在 都堅守在崗位上 即使現在 他們還在引導次序 在掌控 在處理每一個工作流程的細節 謝謝你們 你們是這場勝利的幕後英雄 謝謝你們 我也要謝謝我的競選打掌清德 我期待未來四年跟他一起 繼續為台灣人民來奮鬥 這一次全國競選總部的主委 也就是陪伴我四年的陳建仁副總統 大仁哥 過幾個月他就要交棒給清德了 我要謝謝陳副總統 四年來做我最堅強的隊友 未來我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要拜託你幫忙 台灣永遠需要你 我還要特別謝謝 蘇貞昌院長領導的行政團隊 在短短的一年時間 我們這個行政團隊 把過去三年打下的基礎 做出了有感的成績 每一次聽蘇貞昌院長的簡報 就知道這個政府 真的做了好多的事情 這個我們要謝謝 我們在第一任期的三位行政院長 我們也要特別謝謝 蘇貞昌院長 在前年拜選之後 接下行政團隊的重擔 讓我們可以在一年之內 可以重新再起 我們要謝謝蘇貞昌院長 我們也要謝謝卓主席的領導 我們要謝謝卓主席 在困難的時候 承擔了黨的重責大任務 我們要特別謝謝菊姐 她永遠是溫暖的 永遠是溫暖的 永遠是我們的大姐姐 不論是我們在成功的時候 還是我們失敗的時候 我們終是有一個溫暖的大姐姐 陪伴著我們 最後我要特別謝謝那些 沒有投票給我的人 我知道過去這三年多來 各位對蔡英文的表現並不滿意 未來四年 我們會拿出更大的誠意 來獲得各位的認同與信任 我們都是台灣人 所有的台灣人 都是家人 在這裡 我再次的呼籲 我們所有的支持者 今天晚上開始放下對立 擁抱我們的家人 大家說好不好 我也要恭喜所有連任 還有新當選的立法委員 台灣人民願意再一次支持民進黨 國會過半 民進黨絕對不會辜負台灣人民的期待 未來四年 我們一定會繼續守護主權 繼續堅持民主 繼續推動改革 把我們曾經承諾的事 一向一向的來事件 我期許 未來的行政 跟立法的團隊 一定會用最嚴肅的態度 來看待台灣人民的托付 我們身上都有一個共同的使命 打造一個更好的國家 更周全的照顧 更亮眼的經濟 跟更穩健的改革 這一次的選舉結果 是台灣人民的聲音 是民主的聲音 全世界都聽到了 我相信對岸也聽到了 我要呼籲對岸 正是這一次台灣人民的選擇 兩岸雙方都有責任 致力於確保 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 我也要誠懇地呼籲 北京當局 和平對等民主對話 這八個字 是兩岸重要的 啟動良性互動 長久穩定發展的關鍵 也是這樣才能使得 兩岸人民能夠拉近距離 互惠互利的唯一途徑 大家說對不對 對 親愛的人民 親愛的台灣人民 選舉已經結束了 現在是團結的時刻了 明天太陽出來的時候 台灣人民一樣的善良 社會一樣的安定 百工百業一樣的勤奮努力 再一次謝謝我們全體的台灣人民 今天我們守住了民主自由 明天開始讓我們團結在一起 一起克服所有的挑戰 一起克服所有的困難 謝謝 謝謝 步步 太陽 不只有民主 不只有自由 接下来我们重要的使命就是 我们两千三百万人 要让全世界都为我们的团结而感动 都为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成功而感动 大家说好不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的台湾中的蔡英文 我们现在所有的台湾人民 把你们的手举起来 我们大声喊出2020 台湾要赢 2020 台湾要赢 我们敬请大声的喊 团结台湾 鼻祝胜利 大声喊出 团结台湾 鼻祝胜利 团结台湾 鼻祝胜利 让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牵着我们所有重要的每一位 向我们所有台湾人民 深深一举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所有勇敢的台湾人 让我们大声喊 2020 台湾要赢 2020 台湾要赢 我们今天已经贏得胜利 贏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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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台湾 因为团结 让我们台湾 给世界感到骄傲 对不对 我们再次用你们今天最大的呼喊声 尖叫声 我们一起来高手我们的 蔡英文总统 还有我们陈建仁副总统 用你们的尖叫声 大声喊出 谢谢你们 大声的欢呼声 把它喊出来 谢谢台湾 我们的声音 传给全世界听